冬立的特装版太丰盛 让学生证黄牛直接跳船 先说好 我没有接业配 不过如果冬立愿意寄一本来给我的话 我很乐意免费开箱哦 大家好 欢迎来到羞羞羞的频道 我是阿修 前几天冬立出版社粉丝专业 宣布即将推出咒术回战第19集的 超超超豪华手刷限定版 消息一出 马上让某个商品的价格直接跳水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目前咒术回战钱赚 咒术回战零 在台票房正式突破2亿新台币 日本票房也突破100亿日币 这个影片上架的时候 应该就会突破130亿日币了 不论是在台湾还是在日本 这都是非常高的数字 那电影的活了自然就会有商机 一切的一切 要从今年2月的台北国际动脉节开始说起 最早于动画代理公司的摊位上 买1000块就可以获得 本次剧场版男主角 以古优太的学生证一张 在电影推出之后 学生证跟着水涨船高 直接飙升到一张1000块新台币 没错你没听过 一张只值的学生证要1000块新台币 没问题 正所谓物以稀为贵 为此官方特地为大家准备了第二套特点 那就是电影场的4DX套票 500块一张就可以获得4张的遗古、珍稀、狗卷、 Panda Panda 的只值学生证一组 听起来很赞对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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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因为4DX的听数其实不多的 在蝙蝠侠上映之后几乎也被排光了 因此4DX的套票数量十分的稀少 很快的4张学生证的罕价直接飙升到2000块以上 当然还是遗古的最贵 依旧是一张1000块起调 最高甚至有看过有人4张罕价4000块的 不过好像没有成交 所以价格大概落在大2000到3000之间 然后3月7号就这么刚好 是我们遗古的生日 飞商特地在台北西门推出了咒术回战快闪店 这次消费只要满2000块 就可以直接获得一张遗古的学生证哦 哇一张学生证可以买三次 实在是太绝了 但还是因为实在太严重的供不应求了 加上其实2000块还蛮高的 因此学生证依旧是抢手的硬头活 此称咒术回战学生证之乱 在FB粉丝交易社团到处上演 更严重的是由于这次的周边是止值的 甚至开始出现有人直接把它拿去影印再拿出来卖的 状况可以说是十分的混乱 事件从二月的动漫展一路吵架到三月 就在这个时候某家出版社站了出来结束了这一切 不用担心因为我来了 3月18号下午4点53分 东力出版社与FB粉丝团宣布 预计于四月下行出版的咒术回战第19集 即将附资日本原装寄口 记录2018年10月射谷事变藏匿物品以及现场照片 带落入包含以下商品 1.可以制造树摊的手指的塑胶模型 2.树摊的手指封印布 3.封印五条物的地狱浆 4.七海剑人的柴刀咒剧 5.与信级留下的迷你机械丸 以及现场照片13张 还有就是最重要的 日文版都没有 中文版赴追加的特点 PVC材质的学生证造型卡4张 还附塑胶袋包装哦 漫画在日本是限定的特点 日本原本定价是4620块日币 值得台币大概是1100块 那加上日本的运费大概会落在1300左右 不过台湾多了学生证 有学生证哦 有学生证哦 哇塞 我第一次看到东利的留言 可以突破800个回应 都是在称赞东利的耶 4张PVC材质的学生证 加上一堆离离扣扣的周边 只要1500块 4张只值学生证的周边 喊价2000块台币 高下立判 更有些早就已经订购日版的童号 在哭喊早知道就订购台版的言论出来 而消息一出 当天晚上的各大FB交易社团 以及拍卖网站上的学生证马上跳水 4张一组直接跌到700块还不一定卖得掉 不过由于学生证的图案不太一样 所以价格没有跌停 但完全养制了这次的学生证炒价风波 真的是太峰回路转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 1500的特装版其实还是蛮贵的 不知道大家会想去购买吗 别的不说 光是那塑胶材质的学生证 我个人觉得就诚意直接爆满了啦 更比如说还有其他日版限定的小物可以把它玩 现在就看东力这次的印量如何了 当然如果印量太少的话 可能又会造成一波抢购的风波 可以的话建议大家还是先去预订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 喜欢我的影片麻烦帮我按个喜欢还有订阅 那我们下次见啰 掰 啊不过两个月前的漫画博览会 游戏人生跟蓝色时期第一天就卖完来 这次应该不会发生了吧